能让全网都吹爆的电视台 大概只有河南卫视当之无愧 作为近两年最火的流量明星 河南卫视厉害的 竟是开了挂 从春晚的唐公夜宴 到元宵夜的芙蓉池 从清明节的纸扇书生 再到端午节的洛神水赋 河南卫视不学喵喵叫 也不蹭明星流量 而是通过宣传中国文化 爆红出圈 2021年 唐公夜宴一支 仅仅五分钟的舞蹈 播出五天仍旧占据热搜 十四位参加夜宴的宫女们阿罗漫步 如同画中穿行 既有老一辈仍关心的历史文化 又有年轻一辈喜欢的斗趣表演 而在科技舞美的辅助下 一位舞女仿佛从画中走出来的一般 带观众们好好欣赏了一番 唐公盛会 然而通过这个节目 河南卫视也彻底打开了流量大门 要知道在这之前 河南卫视的收视率 常常排在20开外 可以说是毫无存在感的电台 可这个节目的播放量 却直接高达20多亿 而随后河南卫视更是不焦不燥 直接推翻原本已经录好的元桥晚会 仅仅不到十天时间 原班人马便又用一个芙蓉池节目 再次直接打动人心 登城楼月明堂 赏烟花 繁华声歌 美轮美奂 更是带领观众们 亲身亲烈的体验了一把大唐盛景 然而这还没完 此后的河南卫视更是仿佛打通人独二脉 每逢佳节推出一个史前剧作 而各个节目都是让人叹为观止的程度 清明节时再出大招 一群儒雅翩翩的芷衫书生 拉开清明时节的奇妙刘畜目 芷衫飞舞一昧连连 一位为书生在舞蹈中运用芷衫的丰富变化 让观众仿佛穿越北宋 芷衫于清明上河图中一般 而紧接着端午时节 河南卫视再次用一个落神水赋打响名声 为了呼应落水之神的主题 也为了纪念端午缺原文化 这支舞蹈更是在水下进行演绎 拂袖起舞波群回转 刚静有力阿罗多姿 一支水下独舞 尽现偏若惊虎宛若游龙之美 就连外交部画春莹都在推特上 发门点赞了落神水赋 绝美又富含中原文化的舞蹈 更是连外国友人都连连惊呼 的确 你可以永远将近河南卫视的水平 而河南卫视之所以能做到如此程度 背后也是付出了很多不为人知的心血汗水 如果要选一个这两年最火的电视台 那么河南卫视绝对首选 不曾流量不请大牌 却成为无数观众眼中的天花板 河南卫视到底有多用心 才能频频脱颖而出成为焦点 把请明星的钱全都省下来 花到制作中去 河南卫视不是抠门 而是真的用心制作节目 一个落神水赋播放超60亿 一夜出圈 然而这场视觉盛宴般的水下舞蹈 离不开主创团队背后的努力 短短两分钟的开场 舞蹈演员需要50秒换一次气 而一个仅仅120秒的镜头 也是用了整整26个小时才拍摄完成 先不说舞蹈演员有多辛苦 就连摄影师都因为长时间泡水 导致毛细血管破裂 团队的一起努力 最终才将舞蹈完美演绎 而拍摄天女散花的辛苦 同样不为人知 穿在天女单薄的衣服 你一遍遍地在泥水中翩翩起舞 服装失了那就把裙子抖干 极度高烦就拿着氧气罐拼命吸氧 再穿着羽绒服还会冻透的天气里 又是下水又是登雪山 我们看到的是她上半身的美丽舞姿 但却看不到她下半身的泥水斑斑 我们去喊停那一刻 连演员带我们的摄影团队 都是直接跪在地上的 从不把钱浪费在不该浪费的地方 但该花钱的地方却非常舍得 为了一个几分钟的节目 跑了整整八个地方 该投资的地方大大方方的下血本 比起一众古装剧 披着宣传文化的外衣 却上演着玛丽索偶像剧情节 河南卫视的一个个节目 才是真正的用国风弘扬了文化自信 的确 要想拿回文化话语权 那就必须拿出这样的真作品 其大晚会评分高达9.9分 也让观众们开始反思 原来自己并不是不喜欢传统文化 而是没有找对正确方法 而一直之精美绝伦的舞蹈演绎 也让舞蹈艺术不再仅限于 影视剧中的伴舞地位 而是真正的将舞蹈艺术之美 发挥了出来 而五千年的历史也透露着文化自信 在找回国人文化审美的这条路上 河南卫视可谓是用心良苦 凭借着国风节目迅速出圈 越来越多观众开始关注河南卫视 然而人家可不是近几年才开始走文化道路的 而是自始至终都在宣传着中国文化 被全网吹爆的河南卫视到底有多牛 当别的台独请流量鲜肉赚快钱时 河南卫视却靠着宣传中国文化爆红出圈 其其实让仙女直接从壁画里走出来 重阳节演绎李白 诗中世界 每一个节目 每一个故事 都能凭借着传统文化将其演绎 而绝美的舞台画面也彻底走进了观众内心 其实到在几十年前的时候 河南卫视就走了圈传国风的道路 1994年 河南卫视推出了戏曲选旧节目黎原春 作为当时非常超前的节目风格 绝对是前所未有的类型 他们将全国各地热爱戏曲的群众集合起来 又是海选又是打泪 而这个节目不仅成功地在全国大江南北 掀起一股戏曲热潮 更是让国民们再次认识 并赏识了一番中国的文化 而后来网友们才明白 小时候不懂什么叫黎原春 长大后才发现 河南卫视将然能把一个戏曲节目 做到家喻户晓人尽皆知 而从这就能看出 在传承传统文化这块 河南卫视是真的极度用心 不仅如此 河南卫视还紧接着又推出了华语之门 带着电视机前的老百姓们 一起建上文物珠宝 而一档名叫武林峰的节目 更是放在了每天的黄金时段播出 只为了能宣扬中国的传统功夫 不过这还没完 当其他的节目都疯狂录真人秀 博取观众眼球的时候 2013年的河南卫视却又走上了 宣传中国汉字的道路 独创出一档汉字英雄和成语响 也让观众们在享受竞技的娱乐之中 便把很多中国汉字 潜移默化地掌握 可即便如此 河南卫视在一众的流量节目中 却名不见经传 甚至被很多不明所以的人抨击 请不起大牌明星 不过河南卫视却依旧没有放弃 一方面想要坚守传统文化 一方面想让更多人看到 于是一边转型一边创新 最终通过一个个舞台让大家看到 用传统艺术和现代科技结合的 其次妙像 河南卫视用一次次的绝佳视觉体验 让国民感受到了华夏几千年来的 民族和文化自信 而大概对于国人来说 这样的节目才是最有意义的 非常感谢 跟我们一起来做 有意义的 我们感谢